很多人把五花肉买回来,不是炒就是炖,早就吃腻了,今天分享一种新的吃法,肥而不腻,口口流香,关键做法还简单,加姜片,葱结,隔水蒸25分钟左右,时间到,加去葱姜,筷子能轻松插入就刚刚好,将五花肉微微放凉,我们再调个蘸料,碗里放沙姜,红葱头,蒜末,小米辣,葱花,淋一勺滚油激发出香味,再加盐,鸡精,蚝油,生抽,搅匀备用。 猪肉不烫手的时候就可以切了,厚薄适中,大概一元硬币的厚度就可以了,切好后淋上刚刚调好的酱汁就可以吃了,做法简单好吃不腻,越嚼越香,保证你吃一次就会爱上。